光电科技领域兼具 尖端突破与跨领域的整合 为先进国家投入大量资源的明星科技 台湾光电科技研讨会 继科技部光电学们研究成果发表会 OPTIC 2021 目的在于打造国际光电研究与产业精英交流之平台 培育台湾光电专业人才 促进产业发展 发挥应有的关键影响力 光电这个领域在科技上 它具有一个特色 它就是兼具这个尖端突破 那以及跨领域的整合 那它结合了就是包括像光学 电子材料 那控制以及物理等等 这个领域必须要跨领域的合作 那它也是现在国际上 这个先进国家 投入大量的这个人力 物力还有资源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意义 那近年来有一在这个光电的领域上 从光土层到光感测 光通讯光电半导体的一些突破发展 那已经让这个光电科技成为21世纪一些新鲜产业 在发展的时候 它非常关键的一个明星科技 科技部工程师郭金副司长表示 光电科技领域兼具尖端突破与跨领域整合 应用广泛 为许多先进国家投入大量支援的明星科技 未来科技部将持续推动光电相关大型专案 并重点支持光电技术发展 期望促进台湾光电技术的深耕与领先 十方新闻 黄慧如夏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